我們今天這個範例完成之後 我們會在空間中畫一個球面 然後球面外面會有個點,這個點我們可以去 拖曳它 在拖曳它的時候 它所對應到的 這個地方會有個 切點 切點圓,這個切點圓 我們 到時候會利用 這個平面 跟球面之間所交匯 這個曲線來做 最後我們也會去做一些 向量 還有 文字的這些物件 我們後面會一步一步來教大家怎麼樣來做 這樣的一些物件 這樣的一個 東西我們到時候會運用到 左邊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運算區這一塊 這一塊主要是來 算出這個平面所在的方程式 那麼當然這預測來講它這個 運算區來講它是沒有打開的 所以 我們到時候會在這個檢視功能表這邊 會按一下這個運算區 讓它出來 OK 當然 3D匯圖區 在剛開始的時候它其實也不會出來 所以同樣的我們 也會在這個 檢視功能表裡面 會先打開 3D匯圖區 OK 那麼我們後面再來一步一步來教大家怎麼樣來做這樣的一個 檔案 我們有任何人來進去 我就會把他 卡拉 我們就可以開始看 我們不會以後 含有一個 這